我得了最高分被淘汰的心情就是被淘汰那一刻我才知道这个赛制是这样的 我以为就是说得了第一个出现的人以外 那剩下那个高分的就一定会出现 我心里还在想哎呀我杀出唱什么我时间不够 结果后来发现哦是组内选一个我没搞清楚那个赛制 但是我很荣幸因为现场的观众的认可非常重要 他们给了我最高分这个也是我今年很大的一个收获 我说在歌手2025需要唱跳歌手的一席之地 是因为我做唱跳歌手到现在我发现 不管是节目方还是大众对于唱跳歌手的舞台表现能力都抱有怀疑 或者是说有一些信息差 对我觉得最好的情况就是我们亲自到不是亲自 我们出现在所有有信息差的人面前表演给他们看证明 也不是证明吧就告诉大家这样的表演 其实他也是完整的他也是实实在在落地的一个表演 不管是唱还是跳希望能够给到大家一个 给一成就能够给唱跳歌手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我的感受啊 我身边有很多为此正在努力的朋友 像预言啊安琪啊 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对 希望能够在音乐竞技比赛上看到更多唱跳舞台 好 感谢观看